HELLO 大家好 港股今早早在騰訊帶動之下 反覆向好 一度升超過200點 曾經上升25800點的水平 原來恆子今早雖然升到 不過一開始時已經見到半日高位 高開到207點 報25862點 最多升過207點 之後一度倒跌 最多跌過42點 低見25611點 但之後很快又回升到 在25700點附近徘徊 但也是在十天線附近頂住 半日成交有447億 恆子中午收市升到106點 收報25760點 至於國子中午升25點 收報10430點 馬上請來今天的嘉賓 盧智明 Ken和我們一起談談 Ken 你好 是 主人你好 雖然騰訊業績好過預期 但今早大市也不是升得很多 10天線也升不穿 是否都沒有什麼動力呢 其實要有很大的動力 我想暫時這個階段 就未必會見到 因為大家都在等著什麼呢 等著G20 變相在這些階段的時候 沒有什麼特別的新的資金 進入市場裡 變相在這些位置 就在等著下 還有上面的50,26平均線 現在慢慢重複吸下來 26,300點附近 也都造成一個比較大的阻力 因為你看到 今次的跌下來 恆生指數反彈 8月、9月兩個頂 都是貼穿10,000線而已 如果現在25,000線來做標準的話 大概都是26,300 大家會計算了 在這些水平 大概說25,700 去到26,300 相對的水位未必會太多 大家都是維持一個觀望的情況 還有下面 一些重要的底部位置 近來又跌不穿 說的是25,000附近 這個心理關口位就定住了 變相在這些水平 塑上、塑下、塑下 我相信這樣的情況 都會維持一段時間 好 即是上面 暫時最多都是看到26,300左右 有觀眾 黃安琪 想問Kennie 指數下週是怎樣看的 純粹用下週 我想比較難斷定 要怎樣說呢 因為近來的指數 都是以一個塑上、塑下為標準 現在我只可以大概說一個波幅 如果以這兩三天的波幅來做標準的話 大概是25,480 下面這個限 上限大概是25,865 我相信在這個波幅上上下落下 只要看一看就比較難斷定 好 大家可以留意 另外我看到一個觀眾 卡卡尼 他就說G20會不會結束貿易戰 剛才Kennie都提到 大家仍然沒有動力 因為看著G20方面 因為今個月底 20國集團的峰會期間 美國總統特朗普 將會與國家主席 習近平舉行一個會面 最新據外電引述美國的一些政府消息人士 就說 對於美國政府要求中國進行一個貿易改革 中國其實已經作出了一個書面的回應 但具體內容就未有披露出來 見到兩國貿易談判方面 其實算不算都向一個好的方向前進 見到觀眾就說 G20有沒有可能結束貿易戰 結束應該是不可能的 但是政治上的事情 其實大家都估計不到 究竟接下來G20有沒有一些比較強 大一點的妥協 這個純粹是大家估計 現在真的比較難判斷 因為始終都要看得不好 究竟下一步要怎麼走 如果它之前那麼多的動作都是這麼強硬的時候 你說會不會突然間扭桌 是做一個叫做很大的退揚呢 那真是要視乎兩個人怎麼談 所以現在這一刻為止 都做不到任何的判斷著 反而留意一下 如果市場在11月 這些時間是逐步逐步上來 但是去到G20峰會的時候 大家談的事情 和大家市場預期出來是不同 或者沒有什麼特別退揚的情況 或者退揚的情況是很少部份的 那市場可能又會點回來 所以我反而覺得 如果大家是沒有貨的投資者 G20也好 之前選兩院也好 跟著中間經歷了那麼多事情也好 其實那個矛頭都是治愈中國的 我覺得即使G20有一個可談的空間 當然會彈得很厲害 但是現在是一個5號大家要賭 那既然市場都不是太穩定 或者是好的時候 那不如靠邊站看一看 那確認了 真的出錯了一些利好消息了 那市有資金進去 你到時進去 雖然可能賣遲了一點點 但是確認了的時候 賣進去就不會像現在這樣了 因為現在市中是50、50 可以一個好消息夾上去 或者一個不利好的消息 可以大幅點下來 那既然是要賭的話 我覺得不需要在這個位置 去跟它做一個賭博的行為 尤其是對著特朗普和特朗普的賭博 我覺得不需要 可以靠邊站先 好啊 即是暫時沒有貨 可能暫時都在觀望著 究竟月底的情況出來 究竟結果是怎樣 暫時可能靠邊站先 那我們不如再看看騰訊 見到很多觀眾都在問 Kenn 你下午可不可以再升多一點 因為見到騰訊業績之後 今早早都承接了ADR的升勢 高開超過4% 就修復20天線 不過在近10天線都遇到阻力 升幅一度收窄 低位就見過277.6 但之後慢慢又上回280元樓上 中午就升到3.7% 就收在282.4 看到騰訊昨天收市之後 就公佈業績 第三季順利 按年升近三成 好過預期 而更加反映核心業務的 非通用會的準則順利 按年就升大約1.5% 都是符合市場預期 至於收入方面 按年就升到2.4% 去到806億元人仔 都符合市場預期 當中手機遊戲收入就有195億 按年升7% 按季就回升11% 不過網絡遊戲收入方面 就很少有按年下降4% 去到250億1300萬元人民幣 看到騰訊在業績之前 不斷被大行削目標 和今年至2020年的盈利預測 現在業績出來 大行普遍都覺得好過預期 野村和德銀還調高騰訊目標 野村將騰訊目標價由335元 升到340元 為次買入評級 就說騰訊第三季手遊 線上廣告、支付和雲業務的收入 令人驚喜 但個人電腦遊戲收入 按年就跌1.5% 差過他們預期 野村對於騰訊明年初 可以取回新遊戲牌照 都抱有一個希望 但都說難估 監管機構的舉動究竟會是怎樣 而德銀就說 騰訊第三季業績穩健 證明公司基本面強勁 有能力執行 並且實現它的核心業務 可以抵消下行的風險 與其股價會出現反彈 將騰訊目標由328元 升到337元 為次買入評級 不過監管部門 在恢復一個審批遊戲之前 對於手機遊戲的業績 他們的態度都是謹慎的 Ken 騰訊這份業績 你覺得有沒有驚喜 中規中矩 其實驚喜沒有太遠所 反而在廣告生活方面 是有些驚喜 但業績能否幫助股價 做到騰飛的作用 我覺得暫時你看到今天的表現 其實就不算太矮 以騰訊自己本身的股價 仍然處於一個下降軌的情況 其實一層一層壓力壓住了 我當以今年年中開始 6月7號 做了一個頂部位置 那個雙頂來的 431.6年開始反復向下 跌到最近最低250元 邊路見過 一直都是完全下降軌 技術形態也沒有正式轉好 我覺得如果投資者 你說要看著騰訊的 或者看著業績不是太差 究竟會不會有多些的反彈呢 可以看著幾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 它現在那個下降軌的頂部為止 其實一級一級 逐步逐步踢上去 比較強大而有力的阻力區 應該就50天移動平均線 大概說的是298至300元邊 如果能夠突破到300元邊樓上 就可以望到一層 望著303房的範圍走上去 如果不是的話 暫時一直都上不回到下降軌 樓上的話 就不排除 有機會再下市一些低位 但是底部為止 大家都可以不妨去做一個記號 之前第一個底是250元 第二個底是大概262元附近 如果第二個底262元附近 跌倒一點、跌倒一點不破 反而走回到50天線後上的話 我覺得大家可以短線跟著順風車 如果一直都在這些水平沃浮沉沉沉 還沒有任何一些突破的信號 或者一些叫跌破訊號的話 純粹都是中間走著20至30的波幅 那其實就不是大家杯茶了 我相信大家賣一些叫股份 都是看著一個叫10%頭上 起碼藍口的一個百分比 如果都沒有一個正式領導的突破的情況之下 追進去的話 就是說莫的可能性都是50-50 如果有這樣的情況 雖然業績是中歸中退 但是沒有一個特別大的誘因令到股價 立刻慢慢地可以衝上去 因為始終騰訊和市場的關係這麼密切 如果騰訊慢慢地衝上去的話 就是說恒生指數 都有機會突破50千元和平均天的 現在暫時未見到有這個誘因可以將兩樣東西同時撻牆 變相都是在這個破幅裏面上落 如果投資者有興趣的話 就是剛才我說的下位 大家可以密切留意住 好 可以看著262元左右 看看會不會再有一個大反彈 但是有觀眾想問Kennie 接下來第四季如何看回7000 因為其實見到他面對監管收緊之下 騰訊都開始轉型 見到恒訊主席馬化騰 昨天在電話會議裏面 其實都說到 目前網絡廣告、數字內容、支付和運服務合計 都已經成為了主要的收入來源 其實你對於7000未來 甚至是短期第四季 其實還有沒有一個信心? 信心不是沒有 只不過是一樣東西要先過爺的關 爺的關就是究竟那個遊戲 究竟那個派分六等做審批 這個很關鍵 信心就還信心 不審批就還不審批 兩件來的了 一直都沒有一個比較平衡的動作在這裏 你對於股票的收入或者其他的位置 可以填補這個空缺 但是填補不等於一個騰飛的情況 你和騰訊過去的五年裏面 股價一直是十級而上 一直是很英俊 大家都說是孤王 但是今年相應地 比較多一些的壞消息會困擾 你沒有一些明顯的 在壞消息裏面有一個舒緩的情況之下 你變相的股價 以現在的股值 雖然大家都覺得 以這個股值和之前比較 已經不是很貴了 但是大家都要找一些新的增長的引擎點 而填補在騰訊 新的增長的引擎點 大家現在都在等著 不單止這個基本因素 第二樣東西大家看起來 配合起來就是技術指標 都是在找這些增長的位置 去填補在騰訊的股價 所以剛才我提過的一件事 因為這些這麼大的股份 它一定是大的基金 不是大的資金扔下去 它才會升的 你要維持著它們的動向 你一定要維持著它們的資金鏈 亦都維持著它們的技術層面 有沒有突破 這些都是一些關鍵的位置 純粹我們怎麼看的話 都是看一些時候的資料性的東西 但是資金不會騙人的 看看特訊來的 有沒有資金肯打穿 調不實線線 企圖穩300元留上 如果有的話 大家不妨可以一試 好 大家可以看著這個水平 去看看薄不薄 今天我們不如再跟 看看今天最差的兩隻藍籌 看到都是一些藥股 分別是中國生物製藥1177 以及石藥1093 今天齊齊都失手了一條50天線 看到石藥方面 中午是跌超過4% 而中國生物製藥就跌超過半成 看回藥股其實都急跌了兩天 早前摩通就發表報告 就說仍然看好內地的生物醫藥行業 而減藥價的政策 短期都為行業帶來一個挑戰 所以就削減了一眾藥股的目標價 當中石藥就由27元降到23元 而中生製藥就由17元降到13元 但摩通就預計第三季石藥的銷售可以好像上季那麼強 按年就升到3.3% 而中生製藥在一些新藥物帶動之下 相信第三季銷售都可以增長到4.1% 所以就比兩隻藥股評級都齊齊維持在增持 Kenna看到藥股 股價普遍其實都由5月開始跌了3.4%下來 表現就差過恒指1.5%至2.5% 但上個月開始 月底市就看到石藥和中生製藥就開始反彈 期間走勢還好過大市 現在兩隻藥的市盈率 預期市盈率大約是27-28倍 是不是仍是很高呢 所以見到大行暢淡 其實就立即又觸發一些沽盤 其實大家只會找今年的高位 拉下來做一個比較 但是大家有沒有拿過17年年起 這批股份尤其是兩隻177和1093 在什麼位置起步呢 我這樣覺得會比較公平一些 因為如果你以177為例 它在17年的起步點 說著突破的8、9月位置都是5個企 一路升到14元附近 現在一路升到14元附近 現在一路升到7、8元 但是如果你以去年的年底附近 去做個估值的話 或者用回當時的情況 現在拉回平均線上來呢 其實仍然是比當時 都還有3、4成的升幅在那裡 只不過大家都很喜歡拿了高位來做個比較 不要忘記一件事 1718年有些藥股 基本上和一些手機設備股 都一起瘋狂地走上去 而當時的股值是非常貴 現在市場一直回落的時候 這批的估值相對的貴的股份 一定會慢慢逐步拉下來 基本因素面是不是很差呢 基本因素面我覺得不是很差 只不過是去年升得太多 現在就要回歸之前升幅下來 也要留意大家指針這兩天過去的跌幅 大家有沒有看過177、1093為例 10月初起步已經開始做過技術性反彈 但是幅度其實也不小 你看到1093開始起步 15元起步的計 反彈足足彈的差不多是2成、3成 現在叫做跌下來 我覺得公平一點 找回這兩個股份近期的 或者之前的一些動要支持位 來做一個衣龜 如果接下來兩隻股份 都跌不出來 穿回近期的一些技術性的支持位的話 可能某程度上這兩三下跌下來 都是做一些技術性的調整 要看多兩三天才可以熱門停究竟 這一轉反彈下來 究竟是會再次做反彈 還是這個反彈已經完結 重新會啟動的資本身跌落 但是看到兩隻藥股 其實下星期都出業績 石藥是下星期一 而中生是下星期三 如果現在暫時還要觀望 是否值錢都不要買著去駁它業績 如果是這樣 其實這段 但投資者忍著手 我覺得不是壞事 明顯地那些股份 或者一個勢 其實不遷就的話 你無謂再去駁什麼業績期 或者駁什麼特別的反彈 除非它們跌得很殘 而接著有些誘因 是令到它們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反彈 如果不是的話 左上左錯右錯左撲又撲 你變成你報業績期 我們很多時候業績期 都是在股份平均 大概兩至三個星期前 去捕捉業績期的 不會在公布業績期前 一個星期幾天前去捕捉的 所以即使下星期未來公布業績 我想如果未有貨的投資者 可以等它出來的業績 再做定奪多比試 好啊 大家可以留意下星期出些業績 我們不如再問Kent 你的1548金絲瑞生物科技 因為觀眾就佩坤哩 想問你金絲瑞下午那方面 有否升 因為看到其實今早早 它曾經倒升過 但是升幅方面 在中午收市之前又收窄 倒跌回 現在跌大約近1%左右 在14.5%的水平 我想只是問下午有否升 這個問題是非常難回答 因為你問這幾天有否升 都容易處理 純粹問下午 其實陳鮮也挺難回答 只不過我告訴大家 它現在的股價 10天和20天天 就開始好一點 但是上面一層一層的孤壓 我就當著它一個波幅 用日來做標準 用半日來做 其實是很難做 用日來做標準的話 暫時當著12.7 至到它的股價大概是15.5 附近這個位置 先看看 16.5附近 就先走上樓 所以只是下午的股價怎麼走勢 一來達不到各位觀眾 好啊 大家可以先留意 我們不如再看看其他觀眾的問題 因為看到有很多觀眾 正在問你油股 其實今天的油股方面 都繼續要再跌 看到一隻1857 至於一隻883 反彈近1.5%左右 至於一隻386 那方面 都要跌近0.4%左右 其實之前油價不停跌下來 有很多觀眾都想駁回 駁回一些油股 看到3元Chen想問中海油 值不值得駁回 還有Campton Leung想問中海油 可否駁回反彈 3元Chen還問 其實現在油股入市 算不算吸引 8803 8803 在昨天 跌到一個位置 12.6% 是它在 今年 年初 到現在 的一個上升軌 的一個重要支持位 因為如果拿幾個低點來 一條直線上來的話 就會見到 昨天12.6% 就是一個低點 如果你搏反彈的話 但是其實 上面一重一重的壓力 將股份的價格 壓住了 如果你真的在這個位置 搏反彈的話 止蝕很近的 如果接下來的股價 結穿了 是昨天的底部位置 給它多一點點水位 如果去到12.3%附近 都走不上來的 止蝕 越貼近 剛才所說的 12.6%附近的話 你的止蝕越近 你可不可以的空間有 但是 上網的空間 暫時推到上去是多少呢 上網暫時 上網的空間 推上去 都是說 因為它10天 20天和50天線 是平台下降 我覺得 都是看著 13.3% 13.4%附近這些水平 以一個短線的操作 我覺得會比較安全 好 大家可以看著 12.3%的止蝕 以及13.3%的目標 今天我們就很感謝Ken 和我們解答了很多觀眾問題 想問你有沒有持有以上提及過的股份 沒有 Jerrod 謝謝Ken 也多謝各位觀眾的問題 我和大家就看看 現在恆治下午開市之後的表現 見到現在 都在25,770點左右的水平 那裡徘徊 現在就升到大約120點 今天我們五次博 也就和大家談到這裏 下午4點半的收視後解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